請教一下陳醫師 你看清明節是三月底到四月初 其實政府現在很多人在擔心 就到時候大量的台商要回來掃墓 這個事情怎麼辦 這個其實還是要發揮 這些台商回來台灣自我隔離的一些功德心 因為我們其實現階段的想法 或許很難阻絕 他們說你不要回來掃墓 但是當你回來台灣 你畢竟是從中國這個地方回來的 如果說這個照實的申報說 你是從哪個地區回來 然後你有沒有呼吸道疾病 你有沒有發燒 甚至於說你回到家裡面 能夠自我隔離 認真的隔離到這個十四天 但是有一點難 人家回來就是來掃墓的 然後你偏偏跟人家說 你不能出門 叫說政府要抓人都在墓園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我們防疫的一個關卡 這個一定要把它跨過去 大家能夠互相配合互相忍耐 我看昨天台大公衛系 出來開記者會 公衛所 他說我們就用網路搖柱 搖柱這個掃墓 這樣這樣清得通 我覺得其實是行得通啊 但是因為有的我覺得就是比較年紀 比較肢長的 他們可能會認為說就是要到那邊去 要炒蜂蜂蜂 對嗎 要把牙蜂蜂 對 拿一些鮭劑 鮮花 收一點金 拜拜 這個祖先我有回來給你看 希望你過得好 感覺這樣子好像比較踏實 對我覺得這是長期以來有一些人 他們的宗教或者是他們長期以來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掃墓 今天叫他不要的話 他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可是我是認為說那一些台商們 真的你要想想你回來隔離十四天 你回去中國工作之後又要隔離十四天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還不如就是拜託你在台灣的親人 或者是兄弟姐妹 或者是堂兄弟姐妹 可以幫你這一次 就只有這一次 對 有道理 回來隔離十四天 回去隔離十四天這一個月了 對啊 所以剛剛講 食物上其實這個代價很大的 所以相對的 我們當然這個部分是要擔心的 但是相對的 我相信進來的量是不多的 回來掃墓的量不多 不多的 那如果真的回來 就好好證明是剛剛講的 後面的一個監測的 或是剛剛居家檢疫的這個部分 就要做踏實 他就走出去走廊 沒有 這個東西用一些智慧型的東西 我們要清三機而已 但是這個東西應該還可以加強 因為對現在國家防疫盧作戰的情況之下 還有一點時間趕快來準備 那還有第二個情形就是說 像他如果回到台灣 有任何輕震的時候 其實現在健保署的所有VPN都已經顯示 前天開始 不只是中港澳或者是什麼泰國 日本 韓國 現在還會告訴你 這個病人沒有理由史跟接觸史 所以就是很清楚的 就是讓我們知道說 那個只要他有輕震到的醫療驗手 就可以做一個很重要的把關 剛剛所提到的那個搖記 搖記清明節的部分 因為我只有一個女兒嘛 我一二十年前我就跟他講了 我們兩個老人家不要變成你的負擔 你出嫁了 這可愛 搖記就好了 這個搖記這個風 這個習俗跟文化是應該要去推廣 你這樣荒淵漫種 他女兒只有搖記呢 不會啦 不會啦 不會 對喔 沒有人來跟他拜 沒有人拿三星數列 你搖呢 這樣代表你已經沒有牽掛了 你已經超越肚子餓的一個程度了 哈哈哈哈